德国商报引述政府官员消息指出 台湾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将开会决定 在德国东部的德勒斯登建厂 预计投资100亿欧元 约新台币3500亿 可获得德国政府50亿欧元的补贴 主要生产车用晶片 承诺未来可能扩厂生产更小尺寸的晶片 另一方面台积电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厂 虽然延后量产 但人力短缺的问题难以解决 外媒报道当地已经有三所社区大学 提供半导体技术员的快速入门培训 其中一所的课程只要10天 没有经验可以参加 学费291美元 等于不到1万台币还能获得补助 结业后保证获得面试机会 录取后平均年薪近200万元 他们主要与台积电和英特尔合作 部分课程由台积电员工亲自交手 美国媒体报道 台积电与苹果签署了一份罕见协议 以3奈米制程技术 为苹果生产A17晶片 将吸收缺陷晶片的成本 只收粮绿好的晶片费用 这将有助于苹果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成本 分析指出因为苹果订单大 又是台积电3奈米新制程的第一个客户 大量投产有助于加速提升制程粮绿 这是台积电愿意给出优惠条件的主营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